大人啊,最近是滿著拍戲 那七七想要拍戲 對啊,你七七想怎麼過呢? 拍戲啊 你說,你是想問沒工作的話 對啊,如果沒工作的話 自己來跳課 沒有,我要問你們啊,你要跟我過嗎? 可以啊,當然,你約我的話 那我也OK 如果你要跟別人,我們也是OK OK,這個他們會把它剪掉 我們可以跟你一起過嗎? 就我們啊 對啊 我啊 我是團裡的男孩代表啊 對啊 你剛剛說要挑表給你一半啊 啊,你要挑什麼表給我呢? 對,我都還沒有挑過 那個表給另外一半 所以,就是有機會 就等一下會選一個給他 等一下啊 你說選一個,廠商應該 廠商剛剛已經送給我一盒七七禮盒 不用挑了 對 對,你剛剛說你想要失吞啊 開玩笑,我有這麼自私嗎? 有 你不要亂說好不好? 你問雨傘的問題 要切入了 欸,來,來問 你最近好像很常在一起拍幾多 就是要跟粉絲活動的一個方式 對啊對啊 因為回來可能沒有這麼快 像今天這種比較大的活動 可以跟粉絲一起玩一起互動 所以我就選擇用一種自媒體的方式 在網路上跟粉絲聊聊天 然後偶爾送一些小禮物給他們 對 那平常用手錶是會看時間嗎? 還是說 看那個合約大概幾周到齊? 喔,如果要看合約到齊的話 手錶 可能這種指針性的比較看不出來 可能要轉到民國不知道幾年 對對對 那平常 我是覺得現在人的習慣是 即便有手錶 他們還是會用手機看時間 我覺得現在手錶 拿來做搭配性比較高 對 然後至於合約這個問題呢 是有簽保密條款不能說的喔 不然我要賠錢喔 不然我要賠錢喔 我真的下輩子都賺不了這個錢 有點多 那三個人合約是要到齊的嗎? 就是不能說啊 不能說的咪咪 對 我真的不知道合約什麼時候到齊 真的耶 工作真的太忙了 而且一直跟公司合作得很快 妙如姐 又Q妙如姐最近很紅 超紅